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去抓螃蟹 看萤火虫 还有朔西玩游戏 快打电话给绿光森林 0227491255 27491255 每鱼一定行 偏它每鱼下令营 I like I like I like 喜欢我喜欢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独死乱长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陈文倩 文倩的异想世界 我们来听听凤飞飞 其实人到了一个年龄 歌要唱了还是跟以前一样好 而且长相差不多 这个太困难了 今天时光好像通通都没有从他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好像在二三十年来 我们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花费掉了 我们二三十年 风飞飞在今天小巨蛋观礼的时候 上场演唱了掌声响起 几乎跟他二十年前录的叠盘声音一模一样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想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何在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葬声响起来 葬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讲会 你我的爱 我心更明白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些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好想初次的舞台 听到第一声哑哑 我的眼泪忍不准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早声响起来 我心都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存在 早声响起来 我心都明白 和声交换你我的爱 早声响起来 我心都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早声响起来 我心都明白 和声交换你我的爱 都白天 EEE 我心都知 我心都明白 我心都明白 大发力士订单接不完 那么多便当你怎么做得来 不用担心 加盟小刘排骨 有完善辉画严密辅导 煮菜都有中央厨房 抢签送哦 创业转业 学小刘排骨 真是太聪明了 咨询专线 0800200710 0800200710 03008 Radio 回到文庆理想世界 发生在5月12号下午 2点28分04秒的 四川大地震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官方 已经上修 他们的死亡人数 会破5万个人以上 那么有几个相关的讯息 为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呢 是中华民国 红十字会的总会长 陈长文 昨天我们访问他 今天他已经带着 医疗团队到了四川 而四川这个强阵呢 到灾后 今天是第八天 仍然有生命的奇迹 在应秀有一个男子 被埋了 活埋了179个小时以后 获救 另外呢 在绵安 有一位男子 是被活埋了 170个小时获救 还有呢 在济南军区 某一个救援部队 他也在四川省的 广源市青川县 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人被活埋了 164个小时 又30分钟的56岁的男子 获救 这些都是属于 奇迹性的生命啊 其中我们来看 这179个小时的 这位男子 是31岁 电厂应运部的负责人 而另外一位呢 170个小时的 31岁的矿工 他的生命迹象 一度相当的微弱 那么因为呢 所发生的地点 绵安县呢 他所有的地方 下面的路 通通都摊放掉了 几乎是土石流的情况 所以呢 他从5月19号 昨天晚上8点 到今天清晨4点 搜救人员 总共花了8个小时 轮流接力 不间断 用最原始的力量 把他一直背背背到山下 顺利的就医 成功的抢救了一条生命 那么最新的讯息呢 这一次中国的解放军的陆战队 为了抢通很多 整个修复的道路啊 还有说很多过程 已经有200多个人是阵亡了 在这一次的 整个救灾行动当中啊 那么还有一个讯息呢 是在北川有一位61岁的妇女 她被埋了164个小时以后 也被奇迹式的获救 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她在市场里头 是卖东西的 她在那个市场里头 卖东西呢 结果突然地震倒塌了 里头有水 又有食物 所以她躲在底下 164个小时 仍然会 仍然获救了 那么红氏自会的医疗团队呢 包机到了四川 那么接回这个 欧静德的救援 救援团队啊 所以整个到了第八天呢 整个救援工作 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第三阶段呢 主要是以医疗团队为主 所以国际的救援队伍呢 纷纷都已经回来了 那么兴趣的通路 都是医疗团队 就是救活人啊 那么现在呢 在四川发生大地震 超过一周 救援的工作持续进行啊 有很多医院 都用诊间开刀房 组成一个货柜医院 批准大陆的 这个大量的 就进驻到四川的地点啊 那强烈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强烈的余震 很多地震的余震呢 还强烈的在进行当中 那么这些强烈的余震的警告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透过中国大陆的CCTV 还有成都电视台 对四川的灾民们啊 提出了警告 就所有的灾民 就惊慌的往外逃 昨天晚上就干脆都 夜宿街头 睡在马路上啊 那这些物资呢 送到灾区 只要一抵达成都机场的 中国政府就要求马上立刻运进去灾区 已经表明捐赠意向的国际援助超过70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 南韩 巴基斯坦 日本 美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国家 捐助超过人民币一亿两千万元的物资啊 那日本的医疗队伍呢 是跟这次跟台湾一样是最为积极的救援团队啊 日本的医疗队呢 也是救援队明晨返回国家 然后医疗队今天傍晚飞往四川 就是跟欧静德回来 然后陈长文带医疗团队去是完全一样的情况 而四川的强阵呢 学生们学校没有了 很多师生都被火埋 活下来孩子怎么办 当地的很多企业 像其中一个是长孔集团 他们就把他们的企业大楼捐助出来 当临时的校舍 这是今天呢 令人相当感动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四川当地的赈灾呢 有很多台同呢 就变成了孤儿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呢 一口气 就在温家宝那天摸着一个孩子 说国家会管你们的 国家会照顾你们长大的 就在那一天呢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宣布 他们认为